好久不见的台语民谣歌手陈明璋即将展开全台巡回的演唱会 而这几年陈明璋全新投入传统乐器乐琴的推广 还开班授课希望培育种子的教师 而他从下个月开始也将跟乐琴国报朱丁顺 还有年轻的学生同台一起巡回全台演唱 随性来一曲流浪到淡水 节奏轻快观众忍不住跟着拍手 被誉为台湾民谣传奇的歌手陈明璋 很久没有公开露面 因为这几年他全力投入台湾传统乐器乐琴的推广 说音乐路走了30年 他终于领悟到和台语面谣关系密切的乐琴 是最贴近台湾本土的声音 我们的名谣是从乐琴开始 然后乐琴可以转到乐琴吉他 三弦吉他 南管吉他 还有布农族八部和声的海洋吉他 所以这个是我们文化的最深的根 在陈明璋的眼中 乐琴几乎可以统合所有台湾本土的音乐元素 他投入乐琴国宝朱丁顺的门下从头学起 还开办讲堂栽培种子教师 除了在音乐表现手法上钻研 陈明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的创作风格 更让他写出包括苏奥来的尾班车和新竹风 等台语经典歌曲 包括金曲奖 最佳台语专辑 得主严有能等新生代音乐人都说 深受启发 老师来的东西就是泥土的元素 泥土的东西其实很难去 很难去讲说有什么东西 可是他从我出生来 我就觉得很熟悉 很温暖 陈明璋即将从十一月起 展开全台巡回演唱会 除了重新诠释历年创作 也将邀请乐情国报朱丁顺和年轻的乐情演奏者同台 要以更贴近本土的台语歌星思维打动听众 记者东方陈显坤 高雄报道